受10月连续御天影响,高雄美农白玉萝卜今年生长延迟,产量也约减二成,不过今天萝卜既开源,人吸引大批都会取民众扶老稀幼钱来拔萝卜,有民众甚至捡了满袋的萝卜也准备回家烟自旋旅红加菜。 2017美农白玉萝卜既今天登场,今年加码结合毛豆,组成秋日双响,让喜欢亲近田园的民众可一次采拔个够。 美农拥有占地1400公顷,全国最大的农业生产专区生产白玉萝卜、红豆、毛豆、橙蜜香番茄等,每年创造可观产值。 今年美农区农会与农业局合作举办八萝卜活动,造成风潮,每届秋冬白玉萝卜上市季节,就涌入大批游客夏天体验。 今年白玉萝卜因降雨淹水延后播种,造成产期延后二周左右,不过死终贴粉一等到白玉萝卜既开源。 人就团报道,采了一袋又一袋带走,不少家长更拿起手机拍下孩子拔萝卜的模样,有孩子拔到三胞胎萝卜,直呼好像棒球手套哦。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,今年美农首度结合白玉萝卜与毛豆一起推出股东会,并挑选出具有产销履历验证的农民,共同规划细作毛豆及白玉萝卜,每股700元,让入股民众采毛豆拔萝卜。 美农区农会总干事中心辉说,美农地区今年已有34名农友生产的白玉萝卜通过产销履历认证食安。 更有保证另为解决活动期间车流人潮拥塞问题,农会由原来的独一股东与八家或产销履历的农场合作,在不同地方让游客拔萝卜避免集中拥塞。 农业局长蔡附近表示,美农地区土壤肥沃,水质清净,农作丰富,民众可利用假日享受田园乐。 每到萝卜季总吸引许多家长带小朋友来下田体验。 记者王昭月摄影,分享美农白玉萝卜季和好豆季今天开园。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拔萝卜。 记者王昭月摄影,分享美农拥有占地1400公顷。 全国最大的农业生产专区生产白玉萝卜,红豆,毛豆,橙蜜香番茄等每年创。 造可观产值,记者王昭月摄影,分享不少家长拍下孩子拔萝卜的模样。 记者王昭月摄影,分享美农白玉萝卜季和好豆季今天开园。 吸引游客夏天拔萝卜。 记者王昭月摄影,分享。 感谢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picture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